今天的氣象喔 如果我們這樣看的話 可以發現今天像是整個台北 台中 台南等等 幾乎目前的溫度 都是27到28度左右的 那麼不排除中午過後 甚至高溫 有可能是會來到34度的喔 另外像您看到了東北部地區一樣 像是宜蘭 花蓮 還有台東等等 也都是28到30度左右 不過台東地區 因為很有可能中午過後 還是會有焚風發現的情況 所以高溫有可能也是到34到35度 而另外像是外島地區 平均是24到27度 不過頭還是要帶您來看一下 我們的衛星雲圖了 從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剛剛有講到今天溫度 還是相當的高 但是出門還是一定要記得 攜帶雨具 因為華中地區這邊的雨水氣 是逐漸的來到了台灣的上空 另外再加上封面 也是逐漸的接近了 而且因為現在 整個是有西南氣流 因此會有一個熱對流的發展 整個熱對流發展 會導致北中南 今天明天都是降雨機率 那麼其實明天開始 我們的美雨季也就會報導了 所以雨量圖帶大家來簡單的看一下 我們從雨量圖可以看到 就是今天白天主要降雨的地方 還是在中部地區 還有像是南部地區 恆春等等 因此中南部地區的朋友 今天出去上班上課 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了 另外像是北部地區 東北角 還有整個西外部地區 其實白天都還是會降雨的 但是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其實從今天下午開始 一路到明天 整個下雨機率 像是北中南 都是會特別明顯的 所以一定要帶雨具 未來這幾天要帶您來看看了 像是今天午後 中南部都會有好雨出現 那麼像是明天到後天 北部開始也會有好雨 所以北中南都會下雨 一定要特別攜帶雨具 而且不可以帶雨清新 雖然溫度是比較高的 星期天開始 我們天氣就會稍微好一點點了 但是因為滯留封面 仍然是逗留情況之下 天氣還是比較不穩定 要特別留意了 我們先把時間交給志成